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我们安卓存储的外部SD卡的一个存储 那么针对安卓的外部存储而言呢 一般我们会把一些数据保存在我们手机当中的一个外部SD卡当中 那么我们把这种存储呢称之为外部存储 因为相对于手机本身而言 我们的SD卡其实是相对于手机的一个外部 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外部存储的时候 主线还是以存储以及读取两种形式来做 那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知识点呢 首先第一个,使用外部存储的时候 需要保证当前的外部存储的介质可用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来保证我们当前外部存储的那个SD卡呢 其实已经被挂载上 我们可以在手机当中呢 直接访问到这个SD卡 第二点呢 我们在保存的时候呢 其实要确定保存的路径 并且咱们要将这个数据完整的写入到SD卡 其实是借助了Java当中流的读写操作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读取外部SD卡当中的文件呢 我们使用Java当中的一些输入流 如果我们想写入呢 使用Java当中的一些输出流进行操作 第三点呢 如果我们需要保存的是一些多媒体文件 你比如图片 如果保存的是图片的话 一般会可以在咱们这个图库当中进行显示 OK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按照这三点来开始我们今天本节课的课程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已经给大家创建了一个外部存储的一个Activity 咱们把它叫做Alt-Store Activity 大家来看一下它所对应的一个页面 咱们叫做ActivityAlt-Store 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ImageView两个Bata按钮 当然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存储显示形式 我们把一个图片呢使用ImageView来呈现出来 底部呢我们使用两个Bata按钮 一个叫做保存 一个叫做显示 当然我已经给它定义出来了每个空件所定义的一个ID值 然后呢我们尝试将一张图片保存到我们的一个外式SD卡当中 这张图片呢我已经给大家找出来了 我们放在MitMap当中有一张叫做T-Image的图片 当然这是我们Android Studio的一个显示图片 我们要把这张图片首先保存到我们的外部SD卡当中 另外呢我点击显示的时候呢 从我们SD卡当中读取当前这张图片 并且显示在我们这个ImageView上面 那么这是我们案例的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ActivityAlt-Store Activity呢 我已经配置到了我们当前这个Android Manifest 清单配置文件当中并且设置为首先启动 好那么我们就来开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课程 好第一点我们要说的外部存储 外部存储呢一般会保存外部的SD卡当中 并且使用之前确定SD卡可用 那么我们基于这个原则看一下 我这事先做的一些案例代码做了哪些事情 首先我把这些空件呢都已经进行了一些初始化 并且给我们两个BUT按钮设置了一个监听事件 然后在这两个监听事件当中 我们分别辨令ID来确保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一会我们要在这里面去填充一系列的代码 OK那么我们来确定一下 我们当我们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执行一个sale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要填写一个sale方法 那么我们就在下面写一个保存图片的方法 好我们把它叫做public void 咱们叫做sale image sale image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实现保存图片 同样呢读取图片 显示 我们也来封装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咱们叫做sale image 然后我们一会的代码呢写在这两个方法当中 首先第一个 我们说我们要确保当前的一个外部存储设备的一个isd卡可用 确保当前isd卡可用 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类 这个类呢是一个叫做environment的一个类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environment呢它存在于安卓OS包下面 这个类当中其实有一系列的公共方法 当然我们要借助一个get external storage state 这个方法呢就是获取我们外部存储设备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状态它的返回值呢是一个死菌类型 那我们就给它使用死菌类型的一个state进行一下接收 这个就相当于读取的获取当前外部存储设备的状态 如果我们这个状态满足可用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操作数据来进行sd卡的一个读取 以及写入的一个操作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if类型的判断 首先如果我们当前的这个state呢 调用它的一个ecos方法 来匹配住我们当前外部存储的封装好的这个类 里面有一个叫做media mounted 那么我们写这一行的原因 其实就是来判断当前的isd卡是否可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nvironment这个类当中是给我们怎么敬意的啊 这里面有一个media mounted 我们打开environment这个类 并且找到咱们这个字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其实就是一个mounted的一个zip上 它告诉我们storage state当前存储的一个状态 如果我们当前的一个媒体正在挂载 并且指向的是一个read以及write的一个权限 也就是说具有读写权限 这样的话我们就确保当前的isd卡呢 其实是属于一种可用状态 并且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打一个log日志 我们使用log掉用i 然后我加一个标签tag 比如我们选择 比如我们打印当前isd卡可用 这可用呢 我们表示既可读取又可写入 然后同样呢我们继续调用一个else 判断if 如果当我们刚刚获取到的这个state 调用equals 与我们当前这个environment点 比如我们匹配一个叫做media mounted read only 这就相当于我们当前的这个isd卡只是具有读取的权限 并没有写入的权限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isd卡不可写 只读权限 好 其余的一些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判断了 我就直接一个else 我们判断当前isd卡处于一种不可用的状态 不可用 然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if类型的判断 其实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标记来控制 当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 它到底是否可以进行使用 所以呢我们在上方来定义一个provise 我定义一个bolearn类型的flag 首先呢我们等于true 同样我们在这里面呢 如果当isd卡可用的时候 我们默认就会错 但是当它不可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flag 改为false 当然在这个isd卡只读权限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来读取图片 但是没有办法进行写入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flag呢 也给它改为hose 因为用户在操作的时候呢 保存和读取有可能是同时操作 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做一个区分 好有了咱们这个flag 控制了这个flag之后 接下来我们点击保存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判断 ifflag表示我们当前的isd卡是可用的时候 我们就调用我们的一个saleimag的方法 同样秀方法的时候 我们也给它调用一个ifflag 然后我们就可以显示我们当前的一个图片 show image ok 那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操作就应该在保存图片 以及显示图片当中进行 那保存图片的时候怎么保存呢 首先我们要确保当前的isd卡要保存的一个路径是哪里 所以首先我们要获取当前isd卡的根路径吧 因为我们只有找到了根路径才能在这个路径下面继续创建文件夹 那怎么获取isd卡的根路径呢 也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一点 获取isd卡的根路径 这也是一个知识点 那我们来操作一下 这个根路径的一个获取呢 大家还是从我们这个environment当中 调用咱们get external storage directory 大家来看一下 它获取到的其实是一个feel类型 其实这个feel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isd卡根路径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feel类型的 咱们叫做sd pass来进行一下接收 这是我们当前isd卡的一个根路径 同样呢我们要保存一个图片的话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图片声明成一个feel类型 所以我们要保存文件 我们feelfeel就等于neel一个feel 当然我们操作当前这个feel文件的时候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添加当前的一个路径 并且呢还可以保存出来我们当前一个图片的名称 所以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咱们就叫做sdio.gpg 当然如果大家要多批量保存图片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保存 它是rmg-后面跟上我们当前图片的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呢 大家可以使用咱们那个时间规范的一个类 叫做simple data format来进行操作 好 显话不说 那么有了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要想着怎么样拿我们项目当中的一张图片 来写入到我们这个文件当中 所以咱们要读取项目中的图片资源 这种读取图片资源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 使用我们getResource.openRawResource 来读取我们的一个媒体资源 我们使用r.nipmap. 然后我们读取咱们这个tmg OK openRawResource它的返回值是一个input stream对象 我们起个名字就叫做is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我们是使用r.mitmap.tmg来引入的 在我们之前呢 如果放置图片是在joible当中呢 其实是用r.joible来引入的 那么这种引入形式可不可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谷歌官方其实是给我们有做推荐的 谷歌官方推荐的说 如果是你是bitmap png gpeg以及gf图 或者是.9的一些图片 包括我们背景选择器等一系列的channel 你可以放在joible下面 这个mipmap呢 它可以放置一些气动的启动图标 那我们今天呢先设置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在mipmap下面 看看能不能获取到 然后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input stream对象之后 接下来我们写一下关于这个写入的流 我们使用outputstream 我们起个名字叫做os 当然它是一个接口 没有办法直接使用 所以我们使用feeloutputstream 来关联 这个outputstream呢 我们要拿到当前的一个文件 所以我们把这个feel给它写入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outputstream对象 当然这里面它要报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呢 是我们feel not found的exception 所以我们surround with track cache一下 当然上面的一些代码呢也不多 所以我们一块放在咱们的trap块当中 然后有了我们这两个流之后呢 大家咱们就可以进行流的一个读写操作 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加入一个缓存机制 所以我们使用buffer的inputstream 我们使用bis 我们就等于new一个buffer的inputstream对象 把我们当前的ease放入 同样呢我们把buffer的inputstream对象 也写出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加入了一些缓存机制 那缓存再去写入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加快了一些读写效率 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做读写操作 这个读写操作呢 大家在学完加瓦之后应该是比较熟练的 我先指定它读写的一个数据为0 同样呢我们使用一个well循环 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写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bis掉用它的一个read的方法 当然它也可以再读进我们的一个字节数组当中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创建一个字节数组 这样可以做到类似于一种双缓存的一个操作 来我们在上面创建一个字节数组 它们叫做buff 大小呢我们给定1024 然后呢我们把bis掉用它的一个read的方法 读进我们当前这个byte数组当中 当它读到了这个数组整体不等于负一的时候 如果它读取的为负一表示读到了我们末尾 well循环呢就做停止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直接使用bos 调用它的一个write方法进行写入 写入我们当前这个byte类型字节数组当中一些内容 那同样呢我们读取多大呢我们把当前这个len扔上去 咱们进行一下复制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调用write方法写我们那个bof数组 从哪开始呢从零开始写到哪为止写到我们len 遵循咱们这三个参数的一种方式 好那么在写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般会调用brush方法进行一次刷新 好全部写完之后呢我们一般会对这个流进行一下关闭操作 当然真正的关闭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这个流写到咱们这个finally当中 怎么进行关闭呢我们要关闭的是bils和bos 那么它现在是一个局部所以我们没办法进行关闭 我们就把它写到外部 首先我们把它创建为空 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bos我们把它也给提出来 同样我们关闭之前呢进行一次非空的判断 如果bis当它不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bis调用它的一个close方法进行关闭 当然它的关闭呢也需要处理一下异常 然后呢我们继续还有一个bos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咱们关闭流操作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呢如果读取到我们的一个末尾呢 咱们就给它打一个toast toast.make a test 当前上下文对象呢我们使用当前lensis 然后参数2呢starsquins 咱们就写写入完毕 以及第三个参数是我们的一个lens长度 我就先使用0 0代表是我们的一个lenssort 识别的时候呢我们使用post.lenssort 直接来代入吧 好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入图片了 当然写入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 我们写入需要权限 写入文件需要权限 那么该权限是什么呢 权限我们写在manifest当中 咱们在这上面呢写入一个use this permission name呢我们使用android.permission.permission 后面呢我们加上写入权限 叫做write external storage 写入到外部存储的一个权限 同样我们媒体的挂载也需要一个权限 就是mount unmount fuel systems unmount挂载 咱们文件系统的一个权限 OK我们把这两个权限呢也给大家来拿一下 OK现在呢我们把当前的项目来运行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已经运行出来当前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这里面并没有给我们谈出来一个吐司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代码 OK啊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当前这个代码当中点击事件 sale show 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按钮呢 给他写错了一个id 好我们给这个按钮改过来之后呢 我们重新发布一下 大家来看我们再点击保存 OK写入完毕 写入完毕呢我们就来到ddms当中 看一下有没有这张图片 来我们来到ddms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mnt sd card下面我们找一下 我们发现有speed有一张图片 并且它还是有大小的 所以呢我们 确保我们当前的图片呢已经写入了 而读取图片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是从外部的sd card当中去读取 也就相当于我们要从这个file当中进行读取 而我们这个file呢 我们只要把它提成一个全局类型的变量呢 这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起来 file 完成之后呢我们是在这个里面呢进行的一些初始化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收影match当中 读取图片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直接介入 bitmap factory 咱们调用它的一个decode field 然后直接从我们这个文件当中进行读取 这里面呢我们使用 file.get pass 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路径 那它的一个返回值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bitmap对象 好我们就叫做bitmap 有了咱们这张一张图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显示在我们当前的这个outgon image上面 咱们把它设置显示出来bitmap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拿到了我们当前图片的一个显示 同样呢我们写完了这些代码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并没有渲染到图库 那么什么时候渲染到图库当中呢 其实是在我们写入完毕之后 我们就进行了图库的一个渲染 所以在我们这里面我们还需要调用一个代码 也就是说扫描进入我们当前的一个图库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写一个方法 咱们叫做scan fill 扫描的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fill.getpass ok当前这个图片方法呢 我们来给它创建一下 那该方法我们该怎么去写呢 我们有了这个路径 给大家介绍一个类 咱们叫做maybescan connection 这样它的一个方法叫做scan fill 它可以从我们当前的这个上下文当中 当然是一个this 当前上下文 以及我们扫描的一个路径 当然我们可以扫描很多文件 所以这是一个死菌类型的数组 我们加入一个数组 这里面呢我们就传入当前这个pass路径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是一个mini-type类型 官方指定的 如果你填充为空的话 它会根据你的文件类型 来确保你的一个mini-type 第四个呢是一个on-scan complicated 也就是我们扫描完成的一个回调监听 这里面呢我们不需要 就先给它设入为空 好这样方法一执行完 也就是说我们在写入完毕的时候 我同样扫描图片 好我们再把当前的这个应用程序 运行一下 OK大家 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当前写入完毕 并且我们点击显示 当前那个图片呢正好已经显示 那我们来到图库当中看一下 好我们点击图库 来大家可以发现 当前图库当中呢 是存在我们当前这一种 Android Studio刚刚存出的这张图像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来讲解了一下 外部存储的一种简单使用 大家在注意 确保SD卡可用的时候呢 我们是检查当前SD卡的状态 获取SD卡跟入境 怎么获取呢 是借助我们environment这个类 来调用它的get external storage directory 来拿到我们外部的SD卡跟入境 那读写的权限呢 一个是我们写入的一个权限 Write external storage 以及我们媒体挂载 Mount on Mount of Field Systems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来讲解的一个 外部存储的一个读写操作 那么在本节课结束的时候呢 来给大家留一个小的练习 那么练习的内容呢 其实是将一首音乐文件 保存到外部的SD卡当中 并且呢 大家在咱们这个例子技术上呢 我多加了一项 就是保存路径呢 为我们SD卡跟路径下面 你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MyMusic 那么这个音频文件呢 我给大家拿了一个小点的 叫做Shark Sound of Mail 当然大家如果喜欢自己的音乐的话 也可以按自己的一个风格进行保存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安卓存储实现课程的一个讲解 同时也继续关注 Mount学院更多精品课程